第六百四十一集 叶灵慧肯定未死 当日偷袭我的人很强大 绝对是老辈人物 王重霄咬牙 不肯再多说什么 最后 叶凡可血 提前告退 而众人的聚会也就此散了 约在七日后再相聚 叶兄真的要离去了 在我泰玄多住一段时间和房 摇西仙子王重霄古华的公主 都是天交人物 七日后我们还要来聚 相互交流很有好处的 我要去寻找延命之法 耽搁不得 只能就此离去了 华兄 我们后会有期 多谢你的好意 也凡告辞 李小曼相送 没有选择 就斩去修为吧 其实做个凡人也很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与张文昌回到捉风 独自相见李若鱼 请前辈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啊 帮我拦击一个恐怖人物 嗯 发生了什么 李若鱼不解 我料定有人要杀我 请您跟在我身后几日 帮我组住一个可怕的老人 若是有年轻一代的人 对我动手 我自己会除掉 你料定有人要杀你 李若鱼 毛子如水一样平静 是的 我料定有人要出手 叶凡非常的肯定 你既然已经得知 为何不避退 还要与他遭遇呢 因为 我想证实一件事 就在当日 叶凡离开了太旋门 一路向燕都行去 他走得很慢 并没有急于赶路 密切注意暗中的一切 就在第七日 一道绚烂的光芒 从天而降 向他拍来 这是一只紫色的大手 铺天盖地 震出的波动 如汪洋一样恐怖 哄的一声 李若鱼出现 单日手晴天 弹出黄色的大手 挡了上去 哄的一声 旁边的一座山巒的疯癫 被仙飞了出去 可想而知 这种力量有多么的可怕 好狠啊 居然 快比得上圣主了 叶凡心头巨跳 很为李若鱼老人担心 砰的一声 李若鱼呢 很从容 自然大道领悟 山川万物之密 在这片山林中 他像是一尊神明 一片领域浮现而出 古墓参天 巨藤如龙 爬满高天 到处都是草木 它们生长在虚空中 流动出可怕的力量 每一株草 每一根藤 每一棵树 都在虚空中 汲取力量 可以看到 它们的根莖 裂开了空间 彻底覆盖了此地 一个枯术的老人 被生生的逼了出来 他被这种自然领域 困在这片天地中 难以冲出去 这是一个 比圣主都弱不了 几分的存在 非常的强大 法力滔天 将一座山峰 都给打碎了 但依然无法冲出去 波尔的一声 一株古藤 在虚空中开花 汲取虚空之力 像是一条真龙一样冲出 向那个老人缠绕而去 你是谁 我以前似乎 感应到过你的契机 李若鱼平静地 面对被禁锢在 虚空中的强者 小子 你竟是如此的刁钻 那个枯瘦的强者 没有回应李若鱼 而是冷冷地 盯住了叶凡 早就知道你要来杀我了 既然你们杀不了我 那对不起了 我会去杀他的 叶凡心中却是一跳 这个枯瘦的老人 有恃无恐 根本没有回应李若鱼 只是盯住了他 想留下我 那是不可能的 枯瘦的老人话语寒冷 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 显得很阴森 他的脊椎骨射出冲销的光芒 将周围的草木搅得粉碎 那是射人心魄的剑芒 将一座山峰都给削断了 乱石崩云 剑气洞穿苍穹 而后横扫四方 轰隆一声 脊椎骨向外扫射剑芒 非常的奇异 但却摧枯拉朽 无坚不摧 可不绝伦 有一座山峰被他拦腰斩断 倒塌了下来 像是天穷崩溃了 土石蹦践 如惊涛拍案 汹涌而至 这片天地都在颤抖 让人压抑的快要窒息了 可怕的能量风暴肆虐 声势浩大震慑人心 轰的一声 如洪水滔天 穿云剑气将这片山地全部摧毁 彻底抹平了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称为一片荒漠 扑扑扑的 扎根在虚空中的草木不断的崩碎 纵然在汲取虚空之力 拥有坚固不朽的神性光辉 也挡不住这种剑芒 各种古藤 还有参天老树 原本烙印在虚空中 化成了道徒一样的存在 玄傲莫测 但还是被斩了出来 逐一破碎 叶凡吃惊 半部大能 这个枯瘦的神秘老人 实力强大无匹 让人折舌 再迈出去半部 就是堪比圣主的人物了 老夫 送你们上路 他笑容冷森杀起凌云 无形杀念化成绝世锋芒 直指他人的本源 李若宇老人 醋眉伸出一指向前点去 一种草木的清新气息弥漫 他手指化成一株参天大树 挡住了无形杀念 扑扑的 送入高天的老树 枝雅如囚龙 绿叶葱 可是此时却不断受创 乱叶飘零 一道道可怕的神力冲出 自然大道对抗无形杀念 将一道道绝世锋芒磨灭 慢慢的化解那种强大的杀势 这是两个极端 枯瘦的神秘老人杀气冲销 整个人如一把出鞘的绝世凶解 而李若鱼则云胆风轻 如漫步秀丽画镜中 李若鱼 不要以为雾透捉风就可立足难遇了 我让你知道什么才是不朽的传承 神秘老人越发的强势了 整个人杀鸡毕露 如一把陆氏磨刀附生了一样 那种气息之强大 让人的血肉都忍不住要惊乱 他的身体光芒万丈 可怕的神王将四射 犹如一轮太阳一样璀璨 将这里移为平底 吭枪一声 枯瘦的老人脊椎骨作响 竟然出现一柄圣剑来 他的右手捂住剑柄 缓缓的向外拔出 蒸蒸的刺目神光 可怕的剑鸣穿金烈石 让人灵魂都快崩碎了 这是一种让人要崩裂的不灭剑意 他以脊椎骨为巧 蕴生有一只恐怖的神剑 每拔出一寸 就有多一分可怕的气息 整片大地都崩开一道道大裂缝 轰的一声 剑位完全出窍 但是杀气已经席卷天地 剑盲无处不在 或许可以说是恐怖剑波 枯瘦的老人慢慢的拔剑 露出三寸剑刃 震出如涟漪一样的波动 扫向十方 但凡遇到有形之质皆破灭之 天空中乱叶凋零碎木坠落 剑意斩破自然之道 摧毁一切向前逼牙而来 枯瘦的老人一声大喝 去死吧 右手快速拔剑 他浑身刺目 剑盲裂空 枪提声 运生在他脊椎骨中的神剑 被他彻底扒了出来 比十轮太阳重合在一起 还要璀璨 人之剑 枯瘦的老人大吼 地动山摇 在他脚下 崩开许多数米宽的大裂缝 蔓延向远方 害人至极 他手中的神剑 力劈而下 向着李若鱼 与叶凡斩来 号称人之剑 将人体力量发挥到极致 将虚空都批为两半 赤胜的剑盲成为了天地间的唯一 将一切都掩盖了下去 在这一刻 人之剑成为了永恒 净使剑盲虚空分为两半 将大地批成绝世大裂谷 一眼望不到尽头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